英语考试 这是我的家 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我没有哥哥姐姐 也没有弟弟妹妹 这是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不大 左边是我的电脑桌 右边是我的床 我爸爸45岁 我妈妈比我爸爸小四岁 正在看报纸的男人 就是我爸爸 他是服务员 饭店就在我家旁边 他很高 身体很好 他最喜欢旅游和运动 晴天的时候 他喜欢去外面跑步 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 就是我妈妈 他在火车站工作 他的眼睛很漂亮 他喜欢唱歌和跳舞 今天我没有课 下午我有英语考试 教室是203 考试的时候 我找不到我的铅笔了 老师给了我一支铅笔 一些题太难了 我不知道一些词的意思 很多话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 我的回答是对还是错 英语考试 这是我的家 我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 我没有哥哥姐姐 也没有弟弟妹妹 这是我的房间 我的房间不大 左边是我的电脑桌 右边是我的床 我爸爸45岁 我妈妈比我爸爸小4岁 正在看报纸的男人 就是我爸爸 他是服务员 饭店就在我家旁边 他很高 身体很好 他最喜欢旅游和运动 晴天的时候 他喜欢去外面跑步 穿着白色衣服的女人 就是我妈妈 他在火车站工作 他的眼睛很漂亮 他喜欢唱歌和跳舞 今天我没有课 下午 我有英语考试 教室是203 考试的时候 我找不到我的铅笔了 老师给了我一支铅笔 一些题太难了 我不知道一些词的意思 很多话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我的回答 是对还是错 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 可以找到 额外学习资料的链接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